今天是大年初三 我今天開這台Volvo的 XC40 P3 Momentum 那之前老闆也有介紹過這台車 如果我有興趣想要看它試車的話 可以去看那一部 在這邊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開這台車勒 因為我們公司的員工福利 過年都可以選一台自己喜歡的車 那為什麼我會用到休旅車查詩士旅勒 是因為我今天要去露營 所以我有空間上的需求 然後再來勒 我想要開看看Volvo的休旅車的這個超價感 因為我之前沒有長途的開過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怕過年會塞車 所以我就選比較有那種跟車 然後車道至終的 這樣對我行車會疲勞感會降低比較多 接下來我就會錄影給大家看 就是有點類似Vlog那種感覺 對我也沒拍過 所以不知道等一下會拍出什麼鬼東西來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GO 我們開了兩個小時多快三個小時 到台中新設這個叫做旺幽草原的露營地 然後我這樣一趟路開下來勒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ACC 然後用Volvo的PA 這樣開起來的時候是蠻順的啦 它的跟車是跟的蠻穩的 然後車道至終也會一直維持在中間那一種 不會偏掉然後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奇怪的就是 我手明明就在方向盤上面 但是它會一直顯示出 我的手沒有在方向盤 它會一直叫我請使用方向盤 對這個蠻奇怪的 好然後再補充一下就是 為什麼會挑這台車啊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外型 外型蠻帥的 它的車頭是那種沉穩的男人味 內斂型的Man 不像GK那種狂放的硬漢粗狂感 整體來說蠻好看的 然後安全性也不用置疑嘛 瑞典坦克 它連那個LOGO這邊都已經有吸安全帶了 那看一下內裝好了 內裝這邊基本上就還好 沒什麼好介紹 只是這個蠻有質感的 有點那種科技未來感 然後這邊都籠布的 方向盤這邊 就是它的ACC那些的 然後跟近跟遠 喔然後有一個很奇怪的是 它的那個Apple CarPlay啊 它不能全螢幕耶 我以為它的全螢幕都是Apple CarPlay的螢幕顯示 沒有它只是一半而已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垃圾桶 所以我個人是不會用啦 如果我只會丟這種乾的 如果濕的話我就不會丟 喔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座 我把它傾倒的那種平整度 好它這個開度其實算矮 我剛有撞到頭很痛 然後它的平整度 它全部倒是它滿平的 然後也剛好放錄影的裝備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關門 然後直接鎖門的按鍵 好因為我們帳篷搭好了 我們就簡單的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們這三天的歸宿 是歸宿吧 我們這三天的家啦 好走 耶 這就是我們的 家 我們搭這個帳篷啊 這次搭那個 六角天幕帳 我們現在是把它前後都打開 空氣就可以通風 那晚上的時候我們就會全部拉起來 然後用一個小帳篷 我們沒有用它原本那種吊掛的 那天就可以睡 然後呢晚餐我們今天會煮西班牙海鮮燉飯 跟那個義式烘蛋 等下就可以看到我們在煮菜 個人是平常沒有什麼在煮菜 就只有錄影的時候會煮一下 然後勒 給你們介紹一個很好的東西 這個索爾箱 它本來都是這樣用開的嘛 然後 我去買的滑軌 它就變這樣 如果要拿東西 我就不用一直開那個蓋子 它就直接滑開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 那種細菱子 可以收納 這很方便 推薦給大家 這個椅子啦 你看 很輕對不對 這種椅子 它是戰術椅 雖然它會比一般椅子貴 蠻多的 但是 它很輕 一隻手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它收起來也很小 它的袋子在這邊而已 袋子比一般那種露營椅 收起來還要小 所以我覺得在收納 然後提的時候都蠻方便的 省時又省力 因為它只要 這樣拔拔拔就拔開了 組裝很快 然後這邊就我們的 餐具區 然後睡覺區 然後客廳 對 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 我們晚上的義式 烹彈跟 西班牙海鮮飯吧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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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我們剛剛已經把料都備好了 我們備料有番茄 然後洋蔥跟蒜頭 跟它爆香 然後喜好的米 然後海鮮的話是蝦仁跟套Q 那我們先來用那個海鮮 加點油 我想先把那個海鮮用到半熟 剩下一半的熟度再用門的門熟 存下 海鮮差不多可以存盤了 欸這我第一次做耶 不知道好不好吃 可是我覺得可以在山上吃到 白飯跟海鮮就很爽 因為通常煮那個白飯都蠻 比較困難一點 通常都煮麵 比較多 好搶好的海鮮放旁邊 現在要來爆香全部加下去 然後炒到那個出水 出水以後等一下再把海鮮還有米放進去 然後再燜煮就好 海鮮 然後加白米 洗過的喔 然後是把水瀝乾的 然後加水 喔對還有這個骨蕾 放進去 然後加鹽巴 然後加黑胡椒 然後加一點那個蜜蝦香葉 好忘記我們忘記買那個檸檬了 所以就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 給它燜起來 燜個15分鐘 好 等15分鐘 耶 終於完成了 欸其實我們煮的蠻快的 我們煮不到一個小時兩道菜 看似很厲害的菜都用好了 西班牙燉飯 海鮮燉飯 有沒有超厲害的 而且熟度剛好 然後義式烘蛋 超厲害的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食材 像那些菜啊 什麼我們都是用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起備料 然後一起下 所以時間省蠻多的 我覺得太佩服我們今天這一道 義式料理 在露營可以吃到海鮮燉飯跟義式烘蛋耶 太佩服自己了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吃飯了 如果沒有什麼要拍的話 我就明天早上再拍 看有沒有美麗的風景 再拍給各位 OK吃飯啦 讚 耶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的早上 我們做那個 早午餐 但是已經變午餐了 因為我們睡到11點才起床 我們就準備了歐姆蛋 然後薯塊 然後熱狗跟麵包 然後還有 把煎到很脆的培根 然後拿鐵 拿鐵我們是用那個 膠囊咖啡 濃縮的直接倒進去就好 然後優格 好那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早上的風景長怎樣 耶 風景就這樣 它跟那個新竹跟苗栗的風景不太一樣 這邊是那種市景 那個新竹跟苗栗那邊幾乎都是山比較多 也不錯晚上就是有市景可以看 就是燈光那些 蠻漂亮的 然後其實我以為今天大家都會走 結果還是蠻多人的 大概都是 驚到明天才回去準備上班 好那我們就吃早餐吧 耶 珍珠煮完了 倒茶 露營喝珍珠奶綠 耶 等一下下午 對現在已經下午了 因為吃完那個午餐以後 在床上 廢了4個小時到4點多才起來煮這個奶茶 等一下帶大家去這附近走走 好 散散步 這是這個旺幽草原 是我們這一次的露營地 然後它是車子跟帳篷分開的 所以它有停車場 這邊可以停很多車喔 這個草原好適合奔跑 還有看一下那種一袋一袋的 這是什麼看一下 好像看不出來耶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耶 然後山景 雖然說它沒有什麼那種壯觀的那種風景 但我覺得它這樣看出去的那個山的層次 蠻好的 這邊 跟這邊 之後好像也會變成營地 可是它現在好像在整地之類的 還沒有開放 如果開的話這邊可以容納蠻多人的 然後這個營區是新開的樣子 大家都蠻在乎廁所乾不乾淨這件事 然後帶大家去看看 廁所四間 大概像這樣 一個小電斗 一個馬桶跟衛浴一起連結的 然後這邊有沙坑啦 所以地板會有點沙子 那沖一下就好沒關係 我是覺得還蠻乾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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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第二天的晚餐西式的 牛排 然後炒菇 還有煎蒜頭 櫃瓜 還有那個玉米筍 然後還有自己做的薯泥 奶油薯泥 然後來吃看看牛排 牛排感覺是有煎有點過熟的啦 可是還是你看 還是有一點那個血色大概氣氛熟 我吃它 我覺得這種肉啊 就是要趁熱吃不能讓它忍掉 忍掉它會變硬 蠻好吃有奶香 我用那個奶油煎的 那今天第二天呢 基本上我的露營行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因為明天第三天就是 早上就是東西收一收就要趕快回台北了 因為我怕過年那個塞車很可怕 那節目就會到這邊做一個結尾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 突如其來的露營系列 或是有什麼不一樣的題材 都可以告訴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種影片的話 也請大家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希望我們可以下次見 掰掰 一定很多人說為什麼 這個露營影片都在煮東西 對沒錯 因為我個人露營的話 都是在煮東西 我跟朋友一起露營 他們也都是在煮東西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 因為它收招沒有什麼特別的步道 或是景點可以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 有在露營的 有推薦的露營地 都可以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都可能會一一一個一個去採點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Peace Peace 樂福 你的姿勢 你的姿勢 超時 在這趟 到這趟 到這趟 從這趟 那免 不悅 CR 到這趟